无论是在中国的抖音、快手、西瓜、B站、还是YouTube、TikT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 都充斥着各种类型的娱乐、搞笑、生活类短视频 短视频除了能为各个年龄段的观看者带来快乐外 还可以为视频发布者带来流量、广告费、以及带货收入等 今天,小微为大家介绍三种常见的搬运短视频赚钱方法 只要你看完本期视频,就可以通过任意一种方法获得每天200美元以上的收入 在开始前,我们首先需要解决设计素材的问题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视频,原创的内容总是可以获得更高的观看量和热度 我们以宠物为例,如果你喜欢拍摄短视频 就可以拍摄一些宠物日常的搞笑视频,并分享到各大视频平台获利 考虑到大部分同学没有时间,或者不知道如何拍摄视频 我为大家介绍一种简单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搜索引擎搜集视频素材 或者低价购买高清无水印视频,并进行二次剪辑 打开淘宝网,搜索视频素材,就可以花几元钱获得各种类型的视频素材 或者打开百度,搜索高清视频素材,就可以免费获得很多优质的视频素材 解决了素材的问题,你只需要打开免费设计网站Canva 并选择新建一个9比16的视频 上传素材视频,进行简单的拖拽和剪辑,就可以快速制作出一个短视频 完成了短视频的制作,我们就可以开始利用这些内容获利了 第一种方法,通过自由职业者网站出售短视频赚钱 打开Fiverr,选择Video Edit视频编辑板块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Fiverr卖家在出售短视频制作的服务 而且销量都是非常高的 打开其中一个卖家账号,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位卖家已经出售了500件以上的相关服务 按照每单10美元的标准售价 这位卖家已经通过出售此项服务获得了5000美元以上的收入 服务的名称是I Will Give You 50 Engaging You 2 Short Videos 服务的价格为每10个短视频收费5美元 每20个视频10美元 每50个视频20美元 这位卖家在描述文字里对视频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其中包括最热门的话题 例如宠物搞笑、豪华汽车、美食、家装等 而这些视频素材都可以在淘宝网轻松获得 获得视频素材后 下载到电脑上 并按照分类进行整理 在接到Fiverr的订单后 你只需按照刚才的步骤 对视频素材进行简单的编辑 就可以直接交付给客户 如果你还没有一个Fiverr卖家账号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教学视频 观看账号注册流程和Fiverr任务发布方法 第二种方法 发布短视频到YouTube Shorts和TikTok获利 作为全球最大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推出了创作者基金计划 只要你的账号满足了1万粉丝和10万播放 就满足了申请条件 打开TikTok应用程序 点击Creator Tools 并选择TikTok Creator Fund 就可以申请加入创作者基金计划了 因为TikTok的流量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以豪华汽车类视频为例 打开TikTok 搜索Luxury Cars关键字 就可以看到 大部分此类视频的播放量都超过了100万次 只要你坚持每天发布几个短视频 就可以轻松满足TikTok创作者基金开通条件 并开始赚钱了 近期 油管同样推出了自己的YouTube Shorts基金 如果你的视频可以带来大量的观看 你就可以获得每月1万美元以上的奖励 打开YouTube 搜索Funny Animals关键字 就可以发现很多动物搞笑短视频 打开其中一个名为 Funny Animals World的短视频频道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频道的内容全部是动物搞笑短视频 平均每个视频的播放量都在10万次以上 打开其统计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频道注册于2022年2月 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该频道就获得了7000万以上的播放 打开Social Blade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道的月收入已经超过了5万美元 所以 以动物搞笑类为主的短视频是非常受欢迎的 你只需按照我们刚才提到的方法 搜集视频素材 进行二次剪辑 然后再发布到YouTube 就可以轻松获得每月1万美元的YouTube Shorts基金了 第三种方法 把短视频带来的流量变现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已经为大家讲解了如何正确地利用短视频平台的流量 以及变现的几种方法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观看上期视频 根据你发布的视频类型不同 变现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我为大家简单地归纳了一下几种常见的变现方法 你可以根据自己发布的视频类型不同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一引流到自己亚马逊店铺 如果你拥有一个宠物类亚马逊店铺 你就可以运营一个宠物搞笑类TikTok账号 并直接把流量引导到店铺 第二种方法 引流到Clickbank 如果你发布的视频和减肥、健身、情感等话题有关 你还可以把短视频流量引流到Clickbank的销售页面 并获取用金收入 三、引流到其他社交媒体账号 如果你的工作重心在Instagram或者YouTube 你还可以把TikTok的流量引流到自己的其他社交媒体账户 四、最后一点 如果你的账号的粉丝数和观看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你还可以把这个账号出售给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的账号粉丝超过百万 可以获得最高一万美元的收入 在节目的最后 短视频的运营还需要注意很多问题 例如定时定量地发布视频 选择贴合视频情节的音乐 添加标签 并以观众为出发点 感受一下哪些视频能得到用户的青睐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 再见